你真的理解这些字的含义吗 日日又见猜 这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吉祥符号 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多少学问吗 郑贤学是你的名 欧爸是你的字 名是你复生之后父母就跟你起名了 字是同辈人叫你的 外国人学汉语 口语和书写哪个更重要 写比说重要 比实说出来 书写和口语都是同等重要的 快乐汉语带你一些感受 下课咯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家 这位呢就是你们的辅导员 我是李小冬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两位导师 传道导师萌曼老师欢迎您 解货导师赵玉萍老师欢迎您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一个字 对我们每期都要讲一个字 今天讲什么字呢 就是这个字啊 是 是要讲一个字 今天讲的是哪一个字呢 我都已经说了两遍了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字 来来来来 对啊 我们来看大屏幕 哪个字我看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字嘛 来那我们有请这个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字的来历 这个字啊 其实是个会议字 上面那个宝字头啊 象征一个孕妇的两条腿 下面那个子字 他那头啊 象征一个小孩的脑袋 然后这一横呢 像征那个小孩的两个胳膊 一个孕妇把这小孩给生下来了 生小孩 这是字最初的含义 啊 头又会听说 对啊 这个字跟生小孩有关 我以前以为那个孕子 怀孕的孕啊 底下一个子 这是不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女人的变形啊 生孩子的样子啊 一样的 孕也是 孕也是 也是这样一个会议字 明白了 怪不得 今天说这个字啊 来了这么多小朋友呢 原来这个跟生小孩有关 生出来的小孩都在这儿了 好 他们都是字 对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哈 我们平时也学到一些 我们的造字法基本上归成了六种 象形 指示 会议 假戒 转注 还有一个形声 你厉害 是这六种 所以因为我们之前都学了很多嘛 好 问题 这个汉字是谁发明的 汉字号称是苍结造字嘛 皇帝的时候有一个使官叫苍结 据说他就看那个鸟啊 这个爪子印出来那些纹路 和兽爬行过那个痕迹 就造出了象形文字了 这就是文字的开始 而且呢 说这汉字一造出来可不得了 天语素 鬼夜枯 为什么这汉字能引发这么大的后果 说天呢 本来以为是他是能够决定造化的 现在人都到这一步了 那他觉得他已经不能独立决定造化了 所以把那个造化的这个米啊 就给降噪到地上了 鬼夜枯 鬼觉得过去幽冥世界的事情 没有人能知道 现在人都把字发明出来了 这个事情不得了 所以鬼觉得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也没有了 所以鬼呢在夜里会哭泣了 所以你看汉字一发明多厉害 那这个这个文文和字有什么区别啊 你看现在我们一般说文字文字 文呢就是独体字 比方说我们说日月 这都是独体字 它就表示一个意思一个形 把这个日和月合到一块是明对吧 这明就是一个合体字 这就是字 就比方说你那个帕朗 这个帕和朗 它就都是字不是文 什么意思呢 文组成字 文就生出了字 其实字就是这样来演变出来的 所以这个字啊 后来就有了这个符语啊 名字呀 数字啊 文字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这个名词出现了 这个字可以拆解 也可以组合啊 看来真的是变化无穷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民俗文化当中的字啊 更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认得出来吗 日日又见财 又可以啊 见财这个繁体字啊 日日有见财是什么意思呢 又又又又 钱 每天都见钱是吗 每天都看到钱 那财子好像还不是那个戴被子旁那个财 是财华的财 朗朗你发现没 你日日有见财 这个财刚才小冬老师说是人财的财 但你发现没这个有下面它有一个贝 哎 有一个贝 我还真没发现这个细节 真的吗 我没 我以为你是故意 我这个我把这个我真是把它分解开了 这样的话真是一个财富的财 对财富的财 其实啊这个有个民间传说啊 说这次是唐伯虎发明的 人家真是想财华的财 说每天啊都有新的财华 所以叫日日有见财 那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这字呢 老百姓就做了刚才寒家这个理解了 这个财啊 它又是这边是一个贝字 所以又是财富的财了 所以老百姓就见日日有财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最通俗的意思了 所以一般都是招财金 明白了 继续问我们的学员吧 和 一 不是 口 和动的和 天人和一 天人和一 朵朵这个补充得很好 天人和一 这还真得这么解释 就得是解释成天人和一 这个天里头同时包含天和这个人字 然后那和也是 你看它是 它是把更多的笔画给组合到一块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讲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天人和一 我们和自然是和谐一体的 你知道刚才我看第一眼 我以为是什么俩字呢 残痘 我也看的是残痘 残痘 你看一个痘 残痘 看来咱这个判字还不容易让外国朋友的 外国朋友看得很仔细 是 今天同学表现得不错 好 最后一个字 这个看得出来吗 左右看出来了 那个很大的福 可以 里面有鱼 还有西 那个喜欢的西 然后那个最右边我不知道 有那个中文 有福字 有喜字 还有什么 鲁 对 瘦 是瘦 不是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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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太郎说的 是不是 班鲁们念福禄受洗 反正都一样 这个 这些都是吉祥话 其实啊 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得交代一点 这些字在字里上统统插不到 插不到 这不是字 这不真的是字 这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吉祥符号 就是把那些最好听的字 招财进宝啊 这进抖进这都要发财的 不度受洗啊 那不仅发财 那还要长寿啊 还要做官啊 还要这个人生顺利啊 把这些好听的都放一块 哎 我觉得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没问题 对 这样吧 那我们来组词吧 就是拿这个字组词 好了 来 都写好了 我们看一下 从朵朵这个线开始 可以啊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汉字的字嘛 朵朵写的漂亮啊 双勾啊 对啊 朵朵怎么今天突然写的这么好看啊 对啊 我今天就是有阴险 朵朵的这个激情 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 你知道 我今天 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 对 好 写的很漂亮 旁边那几朵是梅花点缀是吗 就是 朵朵花 朵朵花该好 在快乐海里好好献寒子 嗯 说得非常好 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欧巴 看欧巴的呀 对 行 郑贤学写的是名字 郑贤学是你的 郑贤学 郑贤学 对 郑贤学是你的名 呃 欧巴是你的字 你的号就是泡菜居士 不是 郑贤学称自己是韩国最帅的欧巴 我们说 号称是韩国最帅的欧巴是吗 帮我呢还真是常常带有点文艺色彩 是自己啊 以后给自己起的呃 供别人叫 比方说晚辈了 你就更多的叫人号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居士 是我们古代取号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方式 比方说清廉居士 李白 李白 对 他表明自己这个人很高雅 啊 那东坡居士 哎 那就是他住的那地方东坡 所以叫东坡居士 香山居士 也是住的那地方 所以呢 呃 泡菜居士 挺有道理的 泡跟名字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都说你叫什么名字 你就把那个姓后边那部分说出来就行了 但是在古代啊 明是你出生之后 父母就给你起名了 然后一直叫 叫到成年 那接着就该开始起字了 字是同辈人叫你的啊 明以正体 字以表德 来表明你的这个德行 表明啊 对你这个人生的期待 那明和字啊 还经常是相反或者相成的关系 你比方说 曲平 字圆 平和圆是一个意思 这叫相成 李白字太白 他也是一个意思 这都叫相成 那还有相反的 比方说韩裕 韩裕字退 欲是往前进的意思 那退之就退回来 或者我们看金庸小说里 杨过 杨过字改之 过就是有过错了 那改之呢 改回来了 所以明和字啊 它常常有关系 相反相成的关系 塞纳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我看 塞纳 就写 我们让你写主词啊 要带你的字啊 塞纳也是字吧 我们今天学的是字的字 塞纳也是字 是是 塞纳是字 但是我们希望你用字 再组一个词 但是这样更好吧 更有意思 好吧 塞纳就告诉你 这也是字 对对对 而且是个词 是是 我就组这个词了 是吧 为什么画了一圈心呢 自爱 自爱啊 对我爱自己 所有很多心 给自己 好吧 我们也爱你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 哪看来的 没有 就是那个很多酒店呢 设计也都在用 这个你都知道 然后那个 08年奥运会开幕式也有用 都是活字印刷的影子 你知道活字印刷 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中国发明的 中国发明的吧 对 对对对 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啊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 但是那时候呢 主要只刁板印刷 这个活字印刷 宋朝才有 用焦泥刻成这字 然后去烧 烧完了之后呢 再排版 排版之后再印 后来呢 中国又发明了这个千活字 千活字之后呢 还是这烧这个千块啊 一个一个去排版 还是很费劲 所以后来呢 有一个号称当代毕生 王选先生发明的是激光照牌 所以呢 说中国这个活字啊 终于进入了这个这个光的时代了 进入电和光的时代了 这是中国的文字的三大进步哈 第一次刁板印刷 第二次活字印刷 现在的激光照牌 太伟大了 好 继续 来 戴云娜写的是写字楼啊 对 那个 在那工作吗 没有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现在很少写字上班吧 全部都就是都用电脑 所以应该改成电脑楼 电脑楼 你也认为这个写字楼里面的人 工作的时候都是 必须都写字 都是手写的吗 所以他这个名字不是那样才起的吗 哦 两位老师 其实写字楼发明这个名词的时候 人们电脑还没有普及呢 所以写字是什么 写字是指做文案 不是在那抄字的 是在那进行策划的 进行文字工作的 所以呢 这么一群人聚集那楼叫写字楼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这个办公楼 那现在呢 当然不用写了 但是呢写字是一个人类最古老的传统 最古老的记忆 所以呢 这等于说是一个现在不太常用的方式了 通过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就给保留下来了 类似的还有一个马路 以前是给马走的路 后来呢我们都改成车了 但是这名字也留下来了 好的 都组词组的不错 组的不错啊 来这个写字要注意一点哈 那个下面那一横不能抄出那个后面那个 好的 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字的含义 就是名词的用法哈 我们刚才也都用到了文字字音 这个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对 还有你看下面电表水表 我们老是去抄这个字 多少个字 多少个字都是用那个来衡量的 是表示这个数量哈 还有一些就是书法作品字句 生活中都会用到比较简单这个字 对 关于这个电表水表多少个字啊 这让外国朋友都头大了知道 人家说 敲一下水表啊 你这有24个字啊 对外国朋友说 上面没有字啊 都是一二三字没有字 他们以为那个字就是汉字呢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个数量要用字来代替啊 数目字嘛 24是指24个数 对 它其实是数字 咱们把它说省略了 叫字 而且给它说儿话 叫字 好那我们这个字一都了解了之后 也比较简单哈 好 我们要增加一些难度了 有请我们的同学们造个剧 也要有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我们造剧 给外国朋友做个示范 来 那我们挨个儿来吧 小姑娘 那个穿牛仔裙子的那个小朋友先来 我写的字真好看 哎呀真的啊 不错 跟你的人一样好看是吗 还不是太谦虚啊 可能你写的真的特别好 可以 这么说也很特好的 谢谢 那旁边那个小朋友 他总比给你右手边的那个小姑娘 好 小明写的字真好看 你是说你旁边这个小明姑娘吗 哪个小明 你跟他不说字字 他说小明 这俩人说的是一回事 哦 就是那个小明姑娘 明白了 后面的小姑娘也要说 来 我每天都练毛笔字 哇 真的吗 真的 人家说的是一句 对 现在确实有很多小朋友都写这个毛笔字 但是现在少孩写毛笔字的少了 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有书法课 这个书法课不是说是一个课外的那种 自己参加自选的课程 是必修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上书法课的时候 老师给解释说 你看这个笔 简化字怎么写 上面一个竹 下面一个毛 一根竹子上面接点毛 然后就可以写字了 对对对 而且我们上书法课 最开始学的是 永字 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 策略桌折策了努替 然后讲 永和九年王羲之的蓝天旭 赵老师 赵老师你暴露你的年龄了 好吧好吧 小朋友回答得很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 来看看我们的同学们 来我们看看郑贤学写的 怕人写的字很难以琢磨 这是最如欺人 我先说那两个字还不念琢磨 什么 念琢磨 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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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你这人就是成复很深 就难以琢磨 不是这样子的 动身莫测 对对对 不是 动身莫测 他这用到一个词 自如其人 他厉害 用的还不错 这个用的很不错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写这个字 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些个性和特点 中国古代为什么说自如其人 因为有一个更早的说法 叫言为新生自为新化 你说出来都是你的新生 你写出来的也是你心里的这个实在情况的反应 那比方说温和的人写字就温和 就充满柔和之气 我们一般说王羲之 你看他蓝亭絮 他就充满了一种像春天一般的和月的气息 言真卿那是一个忠臣烈士 所以他的字就充满忠烈之气 你看他多宝塔 他的记之文 那都是有忠烈之气的 这个字能够反映出来一个人的心理 一个人的性格 一个人的人生历练 所以说自如其人 大家看着古代的一些官员 一些那个名人啊 他们的字都特别好 你看清朝的这个皇帝 安心军罗家的人 那字都特别好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福字 都是康熙写那个福字 这个传统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唐代开始的 就是唐代选官员的时候 李世民给定的规矩 四个字 身言书判 身是你的形象 言是你的表达 书是你写字 判是你写判词 所以为什么唐代书法家辈出 大家知道 眼里有欧照四大家 有三家都唐代的 就是因为唐代有这个选拔标准 这个叫做激励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朵朵写的这句话吧 好吧 朵朵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怎么会这样联想 对 为什么他的字像你老爷的 带卷 对啊带卷 老爷的胡子带卷 对对对 这样啊 这个形容非常好 但那个胡子啊 那个是那个子 没有上面那个宝盖头 而且这个用法有点问题 见字如面 一般都是说你看到这个字啊 想到这个写字的这个人 但是你呢是看到叛朗的字 想到了你老爷 这个也可以 这叫见字如爷面 这个呀还真不能那么用 你这个属于字如其人的一个说法 其实见字如面呢 这是过去写信的时候一个常用语 你看见我的字了就好像看见我本人了一样 比方说唐朝有大师叫袁枕 袁枕 袁枕跟他诗人伟从啊 这是情深意厚的一对夫妻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那就是袁枕给伟从写的 但是呢伟从啊 其实二十多岁就去世了 袁枕看见过去伟从给他写的信就伤心 就比方说啊 袁枕后来就写诗 说呀 简的旧书三四指啊 高低阔辖粗成行 自言并识寻常事 唯念山深一路长 什么意思呢 给伟从写字不好看 高低阔辖粗成行嘛 有的字大有的字小 有的这个笔画粗有的笔画细 但是他写的内容特别的好 自言并识寻常事 就是家里很穷都吃不上饭了 但是这事对我来说太平常了没关系 唯念山深一路长 我只是想着呀 你在外面奔波呀 是不是又走到深山里了 离下一个驿站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袁枕是看见伟从的这些字了 就想起伟从对他的关切来了 所以真是见字如面 就永远也忘不了这个爱妻 这也是我们古代讲见字如面 所以不能这么用哈 狗狗 另外纠正一下 老爷的老字应该带一个女字边 对 老爷的老字应该带一个女字边 老爷都是有这个女字边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更多的同学 可能都是用这个发邮件打字 是吧 还有这个手写信的吗 你手写啊 平时也会 邮箱也会发信息 但是 比如说生日啊 或者说母亲节 父亲节啊什么的 我都会手写字 感觉还是不一样 很少见 好像是带着自己的体温 然后给家人寄信一样 对 他们也喜欢看 因为有时候我们到国外去旅行啊什么的 经常现在也会写这个明信片 给这边特别重要特别亲的人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这个写点这个明信片 自己亲手写点信 会比较好 好 老师 对 三字经是什么 三字经啊 三字经 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背啊 就是不是一种树吧 树 又是树 圣场的小朋友给你背一下什么叫三字经 对 有没有会背三字经的 会背的吗 又是那位小朋友 那小姑娘 人之初 信本善 其相近 其相远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让它一直背下去 它能背完了 谢谢 谢谢这位小朋友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因为现在啊特别注重这个国学 很多这个小朋友 从这个小学幼儿园 是不是就开始背这个三字经 是 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没有五字经 对 为什么是这个三字经 我先说过有那个 一 有 有人 有 那个 什么 那个公字 写的是 五个那个 人意理智信吗 你说的是 对对对对 那叫五常 那是中国人呢五种德行 这跟三字经是两回事 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 这中国古代蒙同读物 就是小孩发蒙的时候 刚开始受教育的时候 就念这些东西 而且呢 这三字经为什么能做这个蒙同读物啊 第一个哈 他朗朗上口 第二个呢 他这个教育的道理也挺对的 第一哈 守孝地 刺建文 教小孩第一件事教德行 要教他孝顺长辈 要教他恭敬兄长 然后呢第二件事才教他建文 教他一般的生活常识 然后教那些经啊 就是像你说的人意理智信这一套 然后叫史 叫史中国怎么样从盘古开天蔽地 一直讲到三字经这个时代啊 然后还回到学问上来啊 这些东西哪来的 这些东西都不是生而知之的 是学而知之的 所以三字经啊是一个交易系统 这个理念 现在我们也觉得挺前进的 所以我们啊 这么多年一直把它当做这个小朋友 入门的一个读物了 好谢谢 关于这个汉字刚才学了不少东西哈 又会组合又会拆解 那我们的同学们在学习这个汉字 学习汉语的时候 肯定是特别不容易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说一些他们自己遇到的一些好玩的 有趣的 尴尬的事情 就是在西班牙 比如说有人问你要去哪儿去层 我们就说去四层 但是不说这个层 所以我在中国也是以为一样 然后有人问我这个办公室在哪儿 在哪儿去四 不说后面那个层是吗 对 我说去四 然后他看我说 不好意思 打扰你不好意思 这个还真是不能差一个字哈 他不爱说层 别人问说办公室在哪儿 他说去四 去在一起 不是那个谈恋爱的意思吗 对 然后有一个女孩 那我们今天开始在一起吧 然后我说 因为有人是在一起啊 是 然后第二天他就开始跟我交的那个什么老公啊 亲爱的啊什么 从后来才那个跟他 这女的是朵朵吗 对 怎么知道呢 我跟老婆捆到了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唱歌的比赛 然后我的就是PK的那个人 你的对手 对 我的对手就是我们在中间站起来的 然后评委说 开始说我们在那儿我们不对那儿不等 但是所有的观众开始说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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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们两个人要通过 所以自己站了说了 在一起 在一起 人家以为你 人家以为你同意要跟他在一起 谈恋爱了是吗 对 我以前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然后 我那时候刚来了 然后 我跟副院说 可不可以给我个盐 他看我 这里不能炒盐 我 不是盐 我要盐 这里不能炒盐 然后我猜 不是盐 是盐 这是这个 拜拜的东西 盐 吃的盐 对 这个是 字音有问题 所以造成了误会 盐 盐 盐 左右 有一次我去过台湾 去台湾去玩 是吧 我去一个咖啡厅 拿了一杯咖啡 然后 我拿了 有一些那个白色的东西 我觉得是糖 但这个写的是番茄 所以我 看不懂 然后我就看这个 然后我就放了很多 那个糖 那个白色的东西 然后我看所有的人 他们都看我 一直看我 他们说 我认为觉得是 因为我最有 我是很帅 他们当然来看我 然后 然后我喝了一口 哇 太鲜了 因为我一直加的是盐 是吧 但是 因为他们都一直看我 我怕我丢脸了 所以我就喝这个杯子喝完了 我认识这个糖 你喝完之后 没有变成蝙蝠飞出来吗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故事他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觉得他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都是跟我们这个汉字有关系的 中国这些字呢 在古代是有的时候是非常金贵的 比如说有的人写一首诗 七诀二十多个字 一个字都不能改 改一个字 也会失去原有的那个原意 意境都不一样 人说给他送一个字当老师了 这是你跟同学们解释一下 原来就是一个成语了 叫一字之诗 或者三个字就要一字诗 晚堂的时候 有个诗人叫做齐己 他呢有一天下大雪了 然后第二天早晨呢 梅花开了 他觉得这个很有诗性 就写了一句叫做 前村深雪里 昨夜树之开 第二天呢写完很得意 拿着给他朋友看去了 朋友叫郑谷 郑谷一看说 我给你改一个字吧 把那树改成一了 昨夜树之开 改成了昨夜一之开 他说你讲这个梅花开的枣 你要说好几枝都开了 这突出不来一个枣字 你真正讲枣梅 那就是比别的梅花先期绽放的 所以昨夜一之开 从此这个题底就管正谷 叫一字诗 就是那个刚老师说一样 就把一个字就给改了之后 就那个含字就变得更甚 就因为中国 呃字是比较博大精甚 是吧 所以就可以替代很多意思 然后那个表示 表达更甚的意思 我觉得更甚 他这个甚还用的挺好的 刚才说到一字之诗 还有一个成语叫一字千金 那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字就值黄金千两 我不是一字千金 我是千字千金 怎么讲 千字千金 因为就是我现在有时候不上课的时候 我会给人翻译东西嘛 嗯 然后他就是一千个字 他给我一千块 就一字一块 哇 这么过呀 做翻译是吧 代理亚做翻译 对对对 比语 可以 这叫千字千金 瞧把朵朵羡慕的 朵朵你也可以 韩国那个也这么说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的话好听 能吗 那个等于是那个千金的价值 就这种意思吗 嗯 应该也差不多 差不多的意思 因为韩国是这么理解 你们是一语千金 是吗 韩国是这么说的 就是那个你说的话 就是一个字也就变了 就一字也完全变了 让人心情变得更好 这个话其实跟中国那个字字珠基有点接近 一字千金 这也有历史典故 这是秦国的时候 秦国的时候 吕不伟当国相 但是他其实那时候不太服人 他就让人编书 把这书编好了 叫吕氏春秋 然后就跟这些臣民 包括官员讲 谁要是在这里发现哪一个字有问题 可以给我改了的话 那么我就给他千金 不是一千两金子 那时候是金纸铜 我就给他一千两铜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大价钱了 最后有没有人改呢 吕不伟也是一个权项 谁敢轻易给他改字啊 所以就真是字字都是不义之字 就是不能改的字 不义之字 不堪之词 然后还是一字千金字字珠基 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关于改 简 通过做简验法 让这个文字更典雅的一个例子 说乾隆下江南 苏州远林美啊 当地地方官呢 让乾隆给提字 那乾隆说行吧 我去写字吧 那个纸铺开战宝墨 大笔一挥写仨字 真有趣 小杏所有人都傻了 小学毕业 可是你不能说那皇帝 你写的档次推低 你要掉脑袋 结果季晓兰厉害 季晓兰出班贵道说 我家里边家宅不安 五行不调 需要有一个字 回家镇宅 看你写中间这个有字 风神俊秀 剧组五行 说赐给我回家镇宅得 行 乾隆说行 赐给你的 季晓兰赶紧指挥左右 把中间字挖了 我的 结果呢真有趣 把中间那字挖完之后 俩字真去 一下研究生毕业 所以呢 我们写东西呢 不一定是越长越好 做一点检验法 压一压水分 浓缩的才是精华 嗯 那我们学习汉语呢 无非就是说 还要写 那我们的同学们觉得 是说汉语重要呢 还是书写汉字重要呢 多多 说 为什么 对 因为第一写的汉字 比较难 而且我们就是外国人 一开始学汉字 就大部分不太理解 为什么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比如说 我们会说 就写信 或者写微信 或者什么的 用拼音打了字就行 就没问题 我觉得写比说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会说中文的 外国人很多了 然后能写好汉字的 外国人很少 汉字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 特有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能把它学好了 说明就是你才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中文好的 我知道戴利亚就是这么做的 因为她的字写得特别好看 所以那个豆豆说的特别特别对 去一个超市买有一些东西 你不能说 哎不好意思哥们麻烦你一下 我想找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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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必须说出来 是吧亲爱的 我告诉你 你怎么想看啊 让戴利亚说 戴利亚说 就是我说会写汉字 不因为它是一个笼子你知道吗 他也就是说的是一个羊 他会说 但是他也会写他写得很好这一次 OK拿拿了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转了一个车 然后你需要叫一个坐后车 那在这个时间你会说 哎坐后车 你必须给他们打电话说出来 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说话写字两个都重要 就是要看哪一个方面 就是哪一个情况 比如说朋友玩或者留的话 说话更重要 但是比如说工作的话 或者做什么文字的事的话 写字也是重要的 这个说话很重要 对于外国人来说 因为呢很多时候 能提高我们的表达语言的能力 嗯 还有呢就是很多学霸 有可能写的做卷子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有时候表达能力稍微差一些 所以应该加成语言沟通能力 我觉得呀 当然都说都得说重要 对吧 但是呢比起来 这个汉字特别重要 这个口语啊 它是短暂的 就是比方说50年前我们说的口语 和现在的口语不一样 那500年前说的口语 跟现在又不一样 另外呢 这个口语还有一个方言的问题 您看咱们中国现在至少七大方言区 对吧 咱们北方方言 然后吴方言 闽方言 客家方言 粤语 然后还有这个乡方言 干方言 说着不同的话 但是呢一旦写上字 大家就都能互相明白了 所以说呀 其实汉字是咱们中国文化凝聚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载体 你看我们这么多民族 这么多地区 这么大的领土面积 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共同都能够认可的字 所以才能有共同认可的文化 才能有共同认可的国家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 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汉字是方块字 方块字 其实要我们方方正正做人 所以我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文化的凝聚力 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那我们外国人学汉字呢 其实你要学到我们这个文化的精华 这才是真正是中国特别 我讲两个想法 首先呢就是当你会写汉字的时候 你就能进入汉字书面语系统 汉字书面语系统和汉语汉字的口语系统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当你进入书面语系统之后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表达更加规范了 第二个好处是呢 我们有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 内部语言呢用口语表达呢 虽然能表达出意思 但是它重复 啰嗦 当你把这个口语呢整理成书面语的话 是思维的第二次加工第二次训练 更加系统化和深入了 我们的思维中枢在右脑 经过这个书写的过程 锻炼你右脑的思维中枢 会让你的思维更加系统更加深入 这个学文化才能达到一定的层次 所以说呢书写和这个口语都是同等重要的 不能避重就轻 不能说哪个容易就学哪个 必须两条腿走路 相信分享了之后 也刚才听了我们导师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的同学们今天的进步肯定会很大 还得测验一下他们 对 进入我们今天的随唐大测验 那我们的大测验还是分男生组女生组 男生女生呢都有一首同样的诗 要把这首诗呢补充完整 要注意了哈 你看它每一个字啊都是缺笔画的 那么每句话当中你这个每一个字都要补充对了 错一个字这句话就算是错 到时候我们看一看哪一对正确的句子多 计时120秒 好计时开始 这是一首唐诗啊 李白的作品 好的我们男生组也完成了 好时间到了啊 两个专家看一眼他们写的对嘛 好来 房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露 钱 写错了 钱子啊 钱子少一个树 那这句话就不对了 好 仪也写错了 仪式地上霜 那句话写错了 这句也错了 举字也写错了 举字也错了 戴两帽子这也错了 旺明月 低头思故乡 就对了一句 对了一句 男生 这举字 举字也错了 举字也不太对 那就全部错了 来看一下你们女生组吧 女生组 床前明月光 对 仪式地上露 错一句 举头望明月 旺字不太对吧 旺字可以 它后面那是图改掉的 对对对 低头思故乡 对了三句 那获胜的还是女生 女生组合唱 男生组上来 接受奖励 好一二三来吧 这首诗是非常著名的 李白的一首诗 静夜思 相信我们的同学们都知道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基本上意思大家也了解吧 男生组其实刚才也都知道 只不过在具体写这个字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纰漏 好 那我们这个环节呢 形式呢很简单哈 首先由我们男生开始选一个说 然后呢说的话由我们女生来配 好吧 开始吧 开始吧 丁对打说 这边我们应该挑什么 注意他们的这个关系和联系哈 5 4 1 好了 好 直接逃1了 来你们自己来念 郑贤学 你自己念 好 听对答说 郑贤 郑贼 动 不动手 诶 我觉得这个配的不错 是不是 这个不错啊 我们说这字配的不错 不说人配的不错 你先把手放下来啊 好 这个挺好 冰啊 就冰啊 主妇啊 对 对 就比动手要好 那不是要一个 那不是你们说了要晕包 对 你可以等着郑贤学来又抱你 咱们矜持点 朵朵 朵朵是性情动人 对 赶紧抱吧 赶紧等什么呀 可以 又抱我 可以抱我 这就是那样 好了 好了 好 下一个怕狼选 日罪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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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日罪约说 日罪约说 应该先飞了 反了好不好 有错 这俩 好了 下一个 有 对 假 说 好 那我们看一下选的是 这样练 这样练一直缠 挺累吧 好 下面由我们女生先来选 选完了 男生来配 朵朵 选一个 我先那个怕狼 好 你选怕狼 怕狼来 你来对 好 来 三嘴 简缩 卖笑 巧 撤了 朵朵 朵朵这来买报来了 来 下一个 赛娜选 好 好 赛娜选的是 三两茶尖都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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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句 我一念你的 冰醉胖熟 你再念一面 赛娜 三两茶尖都当兵 哎 就这个 好 非常好 不好意思 哎呦 好了 好了 好来 大家选一个 戴上博士帽也就身价百倍了 好 金对币说 戴上博士帽也就身价百倍了 对不对 也不错 也不错了 全币的币了 好了 那最后一个就不用选了 不用选了 来 不对天说 我总算判到了出头之日了 出头之日 表现不错 来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他们 很好很好 非常好 这让我想起古代一小游戏来了 古代有一个字名游戏叫拆白道字 就是把这个字拆开啊 然后组合再重新成一个意思 举一个例子 中国有一句词叫做 何处何成仇 离人心上秋 一个离别的人跟恋人离别的人 他又逢到秋天了 他那个心情是什么 秋和心组合一下 那就是仇 好 那我们这个环节呢 游戏规则呢是这样的哈 你看我们还是分男生组和女生组 我们地上呢有很多这个字 都是散乱着的 那我们呢一定要找出 带有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字 这个字的词语成语俗语谚语都可以 所以有一位同学呢要负责站在旁边 把这个词找出来 两位同学呢负责把这个字啊站住 时间是一百二十秒 找的越多越好 计时开始 八字 三字 二 dan 三只金 三 三 好 金你就那个来金 那可以可以不是金 不是金...不是金...不是不要~~ 一个字一个字 好 八字 然后那个每1点 对 好 然后字 字 珠珠珠珠珠珠 好 又一个 bez 看字 看字可以 自如其人 自如其人 不是 你那个 有这么难摆吗 不是 这样可以自如其人 找不到的就要留给女生组了 太子 太子 太子不可以 不是 时间到 男生组刚才在最近时间内 答对了六个 现在轮到女生组了 这些字又是全新的 同样是120秒 计时开始 名字 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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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是什么 文字 文字 可以 字数 那边 字数 可以 阿拉伯 阿拉伯数字 阿 伯 阿拉伯 阿拉伯 你踩这个 踩一个数字 好 细字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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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是如金 这儿 金 金 对 签字 一筋 一字千金 知识 知识 老师 不是识 你把大家搞乱了 佐佐 哪是识 哪是识 一二 一字之识 对 这 老 老 挺好的 不是字跟那个识 不对 你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他那个识 一字之识 可以 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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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赶紧 好 时间到 好 女生组 九个 胜猪 又是女生组胜猪 我们给男生有奖励 因为他们输了 因为奖励一个气球 所以每个人来个气球 今天这个测诞 女生者略胜一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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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韩子 感谢韩子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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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